那最近几年呢 这种硅背竹是比较火 尤其是这种带紧的 什么白紧硅背 阴阳紧都价格炒得非常高 但是很多话说 老怀疑这个东西怎么痒 你一定要明白 任何花都从五个维度出发 首先第一点就光照 硅背竹是洗光 但是怕晒 你怎么理解呢 如果说没有什么光照 它不爱开背 它长得也不挂晒 如果说你光照过分的强 就容易给它晒黑了 晒糊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是可以晒太阳 它也比较喜欢阳光 如果说一点光照没有呢 你像这种出井的 你看我们这个光照就很差 这种出井的 就没有井的这种叶子 没有叶绿素的这种叶子 就会出现了不好 明白吗 出井呢 其实就跟老怀疑这个白头发 差不多的道理 就是缺乏叶绿素 老怀疑这个是脱发黑发树 就是它就会这个样子了 没有光照它就会反足 甚至说它会把这种 你说你喜欢看的这种 带井的叶片给带卸掉 你懂这个事就行 第一点是光照问题 用皮肤去感受 你如果说觉得 你晒的这个太阳很温和 那你就尽可能的 给它多晒晒太阳 利于它的开背和生长 它是比较耐旱的一款植物 它会长气根 很多话说 什么叫气根呢 我给大家拿一个看一下 就是它会从这种走径上面 长一些个气根 就从空气里面会长 什么叫走径 它就是它会横着长 然后呢 它会各种从那个镜上面 长气根出来 就像一条乌公一样爬出去 或者一条龙一样那种感觉 明白了吗 它是这种长 所以说它耐汗能力很强 不代表它可以一直让你焊着 你看我们这个就气根了 这个是比较明显一些 看长出来气根 看到了吗 所以说呢 大家尽可能的保持干湿循环就行了 就是你们抠进去摸一摸 你像我这个就比较干了 我即使是现在这个情况 有半个月不浇水 它都没问题 你看到没 但是你也是分情况 你别一直不浇 一直不浇 它就把这个老根全部就干死掉了 它就认为它这个气根 就空气里面水分比较多的时候 它就会拼命地去长气根 就会把老根给代谢了 它就舍气了 所以说你该浇水的时候也要浇水 用土在一块呢 你不论是什么白井硅背这那的 目前国内用的比较多的 都是这个进口的泥碳土 也就老花一的这种通用配方土 看到了吗 根系会长得比较好 硅背竹不耐寒 你有上零下几度都给它冻伤了 一般是维持在十度以上 肥料的话不讲究 用通用型的缓氏肥就OK了 养活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还有一个小知识点是什么呢 就这种老叶片 很老的那种叶片 你可以给它剪掉 让它去长新的 带的叶子很多了 也不好看 你像我们 那边有几颗很大很好看的 我们都是像树一样 但是上面只有两三个叶片 明白了吗 不是说叶片越多越好看 就是要做到精气化 好了 一篇关于硅背竹的一个养货 又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如果说有些个东西 你不知道从哪买 老花一都有的卖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一 养活脆转一 白了 出发 哎 嘿嘿 嘿嘿